国际迈阿密2月4日在香港举行的季前赛 阿根廷往美斯缺席引发了愤怒和外交事件 Katler主办方接外媒访问时表示 他是在比赛开始前15分钟才发 美斯不会上场 此说法与主办方于赛后发表的明有出入 而主办方Katler一曾在赛事之后举行记者 亲自解话指上半场结束后 国际迈阿密通知美殷商无法出赛 美斯在缺席香港的表演赛几天 在日本与神户胜利船的一场友谊赛出赛30分钟 发了一场巨大的反弹 立法会议员叶刘舒怡更 在社交网站发帖称以后应不准美斯再来香港 观新闻 肖委会接获于过1300多宗投诉 主办方Katler Asia旗号部 将为透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日门票的公众 共50%的退款 根据Katler提供的综合损益表 收益约1.57亿元 本月1.4亿元赚1300万 预计退款金额达5600万 急需到14300万 鉴于波威了杭州市体育局于2月9日发表声明 表 作为商业赛事 前期某公司与阿根廷足球对洽 于今年3月份到杭州进行友谊赛 鉴于目前众所知的原因 据向主管部门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 成熟 已决定取消 文体旅局下午回复星岛头条 观察询 重申政府在下半场或主办方通知美司 商未能出场 又指主办方和球队应向香港市民 合理解是以解答大家的疑问 星岛申诉 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 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头条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